三节现场提供了道地的台湾小吃 还请来日本人没看过的电影《三太子》 东京高级购物中心会比寿广场 周末很台湾 观光局华航跟长荣推展台湾观光 现场吃得到炒米粉 卤肉饭等道地美食 日本人最爱的芒果冰 泡沫红茶和珍奶 起码得排队等一二十分钟才吃得到 因为我今年暑假没有回台湾 然后就喝到珍珠奶茶很开心 很久没有喝到珍珠奶茶 还有吃那个芒果冰真的觉得很好吃 东京的台湾节活动除了庆祝建国百年推展观光 也要做爱心替福岛灾民募款 著名的法兰茨提供价值不菲的艺术花瓶意卖 驻日代表冯济台更号召喝干一杯啤酒 就捐日币一百万给福岛灾民 冯代表首先以身作则 福岛的自民党议员严陈光阴 和多位侨领也纷纷响应 把义卖活动炒到最高点 台湾捐助日本地震的善款超过日币两百亿 办活动仍然不忘替灾民募款 显示日本地震灾后台湾的爱心长长久久 特派记者宣胜芳东京报导 抢卖 behalf 给你在这次